大家好,这期跟大家分享茶花 现在已经进入了三页份下旬 还有花有发生虚问 为什么到了春季自家养殖的茶花 曲曲不开放呢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主要四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由于空气不流通 因为在早春气温不稳定 在北方的话基本上气温还是比较冷的 那么这时的窗户还没有完全给它打开 茶花集中是收不到新鲜空气 我们应该要做的就是定期的给它打开藏 让这个茶花呼吸到新鲜空气 才能够让它生长得好 第二点温度过高 在北方的气温早春还是比较冷的 在室内还是照样开着暖气 尤其是晚上 有些花有生怕茶花受冻 在晚上也是照样开着暖气 这样就会造成了夜温高颐预温 引起了植物生理功能蓄乱 导致它生长不良 最终还是出现死亡 我们解决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远离暖片处 甚至还要给它喷洒些水物到地面 给它增加空气湿度 第三点温度太低 在冬季由于温度过低 我们应该要把它移入室内 让它很好的跃动 这时我们应该要保持茶花的昼夜温差 至少有10度以上 这样茶花积累的养分都 而且消耗的养分少了 等到它来年开花的时候就会旺盛 集图长势也非常好 第四点过瓶给它搬动 因为有些花有所在的环境 由于光照不足 经常给它搬动 去照射光照 茶花在不稳定的环境生长 也是最容易引起花苞出现掉落的现象 甚至迟迟不开花 所以在北方养护的茶花 到现在还没有开花 我们要给它注意好这几点 一定要记得给它通风 还有就是给它喷湿一些充足的零甲肥 促使它快速的开花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茶花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